又到了写金刚小笔记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 台南大院学会的 世联耶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请教上师 在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 连生活的开始里面 我们了解到 从虚空之中 所产生出来 可以有很强大的力量 也能够变化出佛菩萨 包括了佛菩萨的 宫殿也就是所谓的谈诚 一般人不知道什么叫谈诚 没有听过 有的是不是像佛桌 算不算一个谈诚呢 那谈诚对密教行者 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 请教上师 好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 我们讲的谈诚 其实是佛菩萨的宫殿 那所谓的宫殿 就应该要包含 这个宫殿的主人 也就是佛像 今生 那同时我们还要用 其他的东西去装饰它 让它变得漂亮 庄严 这就会有所谓的七真八宝 放在那个地方 那所以我们这样讲好了 这个谈诚是不是必要的 其实是的 在整个密法的外法阶段 它规矩就是规矩 要准备什么 就是得准备什么 所以一直到 金刚心菩萨法 上师相应法跟本尊法 就是我们讲 一之一 一之二 一之三 它都是要完整地去齐备 因为那跟戒律有关 在密教的戒律里面 有十四根本大戒 它其中有一条就是讲 密法材料的不齐备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谈诚上面 要有佛像 要有金身 要有金刚灵处 要有各种的供品 供具 所以基本上的金身 就是大概我们讲的 密教的三根本 根本上师 因为没有根本上师 什么都没有 根本本尊 因为根本本尊 也是根本上师告诉自己的 然后根本护法 根本护法 是根本上师带来的 所以这三个要有 如果空间不够 那至少要有 根本上师的法像 那第二个 你现在在修什么阶段的法 你就要有那一个阶段的 那一尊佛菩萨的法像 比如说像现在 你在修洗金刚 你还要有一个 洗金刚的像 那如果环境不允许 放置那么多佛像 照片来取代 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所以有时候用照片来代表 佛像 让我们可以 观想上面 修法上面是比较方便的 那另外还有一种 它可能会需要的是 放三户主 就是象征着 修行行者的 慈悲的观世音菩萨 智慧的文殊师毅菩萨 还有力量的金刚守菩萨 尤其金刚守菩萨 它是秘密主 这个很多 我们看大藏经里面 密教部的经典 很多都是由 金刚守菩萨 为佛陀去掩饰 这个法教 所以它是很重要的 佛菩萨 那还有就是 按照我们出贯外法 出贯外法 就是先放 金刚心菩萨 再放根本上师的法像 然后再放 你喜欢的 本尊的法像 这样子放也可以 那或者我们再讲 按照佛法 三宝来放 有佛像 有法本 然后甚至有 舍利子 这三个 放在坛城上 也可以是一个 很漂亮的 一个庄严的意义 所以基本上在人间 我们没有办法 做到那么大的一个宫殿 很华丽的装饰 所以我们就称为 那个放佛像的桌子 佛桌 那个叫做坛城 用这个来代表 这是宫殿 那这个宫殿上面 就要有各种的装饰品 要有这个宫殿的主人 有宫殿的眷属 他们通通住在一起 要有各种的象征物 要有许许多多的宝物 好比说我们讲的 香花灯茶果 这种五供也好 八供也好 放在上面 甚至实际上 我们吃的东西 也可以供上去 苹果啦 草莓啦 或者鲜花啦 玫瑰或者百合 或者桃花 我们都放上去 那我们放上去的目的 是要去装严这个 这个佛桌 那这个佛桌 就是用来代表 这个佛菩萨 要住在这里 那既然是他家 那我们就帮他 好好的装饰起来 还是一个老问题 让他变成一种 庄严清静像 不要还觉得 我住在家里 我在的地方 就是我家的房间 其实不是我家的房间 是佛菩萨的宫殿 这是密教 从果地修行的 很重要的概念是这样 其实真正内心 如果认为 我自己请来 每一尊佛菩萨 活生生地在那里 你自然会觉得 他的家 他的宫殿 应该如何的建立 才能够表征 他的尊贵 以及他的大福分的话 那可能就会知道 要怎么样去庄严他 其实有点变成是 我们借住在他家的感觉 我们变成是客人 所以像我那时候开始被 就是连生活佛受罚的时候 我的做法就是出门 即使我是去买电当 即使我是去便利商店买水 我出门都要先跟谈成报告说 弟子要出门了 就是我是客人 我总得跟主人说一声 我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想说 那不是我家 那不是我的房间 我不是这个房间的拥有者 我只是客人 所以我尽量把我喜欢的东西 把宝贝好的东西 通通供到他这个佛桌 也就是谈成 也就是他的宫殿 也就是他家里面 让他产生欢喜 了解 所以我们喜欢做这种事 感恩上师跟我们做的分享 在上师在分享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真的可以感受到 当你把那些水果花 最好的东西放上去的时候 你真正能够生起 很强烈的敬爱 恭敬心的时候 你的修行是不一样 因为那一刻你的心 已经不一样了 再次的感恩 是连夜金刚上师 跟我们做的分享 节目的最后 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 我们全新制作的 洗金刚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一次的感恩 是连夜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 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奖 密宗道次第广论 我们明天见 阿弥陀佛 又到了 洗金刚小笔记 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邀请到 台南大院学会的 是连夜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欢迎上师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连夜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请教上师 我们在节目里面 连生活佛开示 一直的谈到了 庄严谈成的重要性 尤其是密教的行者 你要开始起修 你一定要有谈成 而且谈成呢 也不能随随便便 你要确确实实的 依照你对 佛菩萨的尊敬 而且你要想到 佛菩萨的尊贵 以及他们的福报 是那么样的大 来庄严你的谈成 我们不断地讲到 庄严两个字来做预备 那请教上师 在谈成的庄严上面 这庄严它本身的意涵 为什么对一个行者 那么样的重要 影响力到底是什么 好 谢谢您的这个问题 我们在上一集 也提过类似这样的概念 就是说 我们要让佛菩萨 看起来很庄严 要让谈成看起来很庄严 就好像这是他的家 那其实有一个 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庄严谈成 我们把很多的宝物 放在上面 我们让这个谈成呢 它看起来就是一个 干干净净的 就是一个整整齐齐的 所以呢 吃到一半的东西 其实并不可以放上去 那这个佛像如果有破损 最好还是要修补 供具 比如说八供 或者是五供 只要香花灯茶果里面 有一项有缺损 就是要立刻去更换 每天要更换供水 这个都是在表达一种什么 我们对它的恭敬 因为我们是凡夫 我们是凡夫 但是他进一步去想 这个谈成也就是我们的家 他除了是佛菩萨的家 他也是我们的家 我们庄严他 就是在庄严我们自己 庄严我们的生活环境 所以以前 连生活不在 传弟子们法的时候 他有讲过 我们要一开始修法的时候 要观想自己所在的地方 是净土 所有的声音是海潮音 是这些 嘉玲平家的声音 我们要观想这些 庄严的事情 不然我们会常听到 又有汽车开过去 又有人按了喇叭 那这个都会让我们觉得 我们活在红尘里 我们活在一个沙佛世界 一个武着恶事 都不要去想这个 我们要把这一切当作是净土 所以在这个时候 回到一个老问题上 是不是自己认定 到底是净土还是 武着恶事 所以这个庄严谈诚 也是在对照出 我们要不要庄严自己的问题 怎么样去用 庄严自己的方式 让自己觉得 我并不是凡夫 这是密教 他修行很特别的地方 他并不会塑造出一个 高高在上的佛菩萨 但是在外法的阶段 佛跟菩萨是从对面出现的 他是在对面的 我们的术语叫做对生本尊 其实你修着修着 他慢慢是直接从你的心里出现 从你的心中出现 升起 那个在我们的专业术语 叫做自生本尊 慢慢的 他就是在打破一个 凡夫跟佛菩萨的界限 因为我们要成就到那个地步 到他们的阶段 老是觉得我跟你不一样 是不行的 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讲过 连生活佛教导弟子 合一那个一 还是在这个问题上 那我们庄严谈诚 也就是庄严自身 所以为什么 连生活佛常常教导弟子 就是你修法前 洗个澡 换套干净的衣服 甚至 就算没有办法洗澡 你可能至少刷个牙 持咒的时候口气清新一点 甚至有的时候他会说 干脆就穿上法衣 那像我们出家人 我们就是穿我们的制服 穿着制服去修法 因为很重要的一个老问题 到底我们要怎么看待 我这个凡夫身 因为我这个凡夫身 跟佛菩萨 是一样的三密 身口意 只是差别在于 我们是被烦恼牵着走 而他们没有这问题 当他不再被烦恼牵着走 其实烦恼也没有作用 就是说 当欲望出现的时候 他不会顺着这个欲望 开着这个人的车子的 不是欲望 是自己 那这个时候其实 欲望等于是没有 等于是无欲了 所以我们在庄严谈成的时候 要回头想一想 自己呢 我今天要修这个法 我要让整个洗金刚的谈成 或者像阿弥陀佛的谈成 做得非常的庄严 那我自己 有没有跟着一起庄严 这个是我们在修密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大家有时候会想 没有关系啦 方便就好 其实在修密教里面 他的佛菩萨 是要庄严的 端正的 他必须要是美丽的 要让人心生欢喜 那我们自己 在修法的这个人 有没有这样子 去看待我修法时候 我的所有的外观啦 我所有的一切的动作 是不是也是一个庄严的 还是慌慌张张的 还是邋遢的 当然这个我们现在讲 都是在外法的阶段 到了内法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祖师 他就是风行者 他们是邋遢遢的 胡子也不刮 头发也不梳洗 甚至不洗澡的 那是有另外修行的意义 不是在这里可以讨论的 是这样 所以一般来说 庄严二字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自身或坦诚 都要尽可能的庄严 感恩连夜上市 跟我们做的分享 节目的最后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 打电话进来 喜金刚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一次的感恩 是连夜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 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讲 密宗道次第广论 我们明天见 阿弥陀佛